他當然提前有描述一些現象 就是講牛痘跟人痘的問題 那個人痘就是天花 為什麼天花會被我們人類消滅 他是我們目前 唯一一個正式被人的努力 而消滅掉的疾病就是天花 因為我們種了牛痘 好 牛痘疫苗的原理是 我們把感染牛的牛痘 打到人身上 讓人去感染牛痘 而人平常不太會感染牛痘 而感染人的叫人痘 人痘就是天花 人感染人痘很嚴重 因為死亡率很高 那我們就想到說 那你就感染牛痘就好 牛痘在人類症狀比較輕微 一直微微的發燒 那你感染過牛痘之後 卻可以防禦人痘 他在問這個問題 好 那為什麼感染人的 牛痘卻可以對抗人痘 因為這兩個痘病毒很像 他們的抗原非常接近 就我們的我們的那個抗體 他會辨認牛痘之後 他就會順便去辨認人痘了 好 那我們來看題目 接種牛痘疫苗是被動免疫 光第一句話就不對了 既然是疫苗就是注射抗原 抗原當然是主動免疫囉 讓你自己主動產生 有功能的免疫細胞以及記憶細胞 所以A選項前面打疫苗 或接觸真正的病原體 都是主動免疫 所以A出在前面 B選項呢 牛痘病毒跟天花病毒是同一種病毒 可是是如同 錯 他是不同的病毒 只是很像 牛痘叫牛痘病毒 天花叫人痘病毒 是不同的病毒 只是演化上很接近 一個專門感染牛 一個專門感染人 所以不是同一種病毒 我是不同種的 不同 好 我們看這個實際選項 那個牛痘疫苗是個血清嗎 血清就是抗體 我們打疫苗是打抗體嗎 當然不是囉 應該是要打抗原吧 我們的疫苗都是打抗原 讓你產生主動免疫 好啦 所以這題的實際錯 那答案是主 那主是什麼 接種牛痘疫苗時 在感染天花病毒時 我們的B細胞產生的抗體 會產生作用的 因為我們的身體分布出牛痘跟天花人痘的差別 所以不論是這兩種病毒誰來 我們的記憶細胞都會火化 而B細胞就會火化成僵細胞 僵細胞就會產生大量的抗體 所以這題的主是在說 你今天先施掌了牛痘 當你有記憶細胞了 人痘進來之後 他B細胞也會對他產生反應 那這題主是對的 而這樣的現象 就讓我們可以 以打牛痘的方式來對抗冷痘 而這個叫天花的疫苗 天花疫苗中牛痘 屬於 減毒疫苗 什麼叫減毒呢 這個菌是活的 這個PNT是活的 牛痘是活的 但是對人體傷害很低 所以毒性比較低 但是還有活性的 叫活菌減毒疫苗 所以天花屬於減毒疫苗 這種疫苗類型 好 以上是單選題第三題